二手交头外制 本港滚传银主盘数量值逼300个 为2008年金融海啸后新高 为求去库存 连银主也加入减价行列 中城拍卖下周三、13日 举行的拍卖会 当中有四成银主盘劈价 包括私楼、及公屋等 个别减幅于26% 较市价折让三至四成 中城拍卖行拍卖部总经理郑世杰表示 银主盘存量已增至约300个 在创金融海啸后新高 由于二手交头冷清 银主去货压力增加 为增加吸引力 有银行主动下调叫价 以该行下周三举行的拍卖会为例 当日推出项目43个 有40个属银主盘 其中16个开价已经下调 占当日推出的银主盘比例40% 据该行资料 今次降价拍卖的16个银主盘 包括私楼、居屋、公屋及车位 撇开车位 拍卖开价介乎120万至3000万元 教员先开价下调幅度为 3.8%至26.1% 对比市价有约3至4成 折让 被问到银主心目中的底价会否一拼下调 郑世杰回应指 银主为求减少持货量 今次拍卖将会大幅减价 撇开车位 减幅最大的银主盘为 将军奥工屋宝林村保置楼高层6室 实用面积381方尺 录表开价130万元 教员先176万元 撇26.1% 尺价低见3412元 参考房委会成交纪录 该屋村对上一中同尺数单位 成交于8月份录得 为低层户 录表价215万元 意味今次拍卖开价低出约40% 居屋银主盘亦大幅降价 马鞍山錦峰院2座极低层6室 实用面积432方尺 拍卖开价下调15.4%至220万元 尺价近5093元 教屋院细单位今年居2市场尺价 低约5成 撕楼银主盘减幅动节1成 马鞍山帝琴湾海燃居1座顶层单位 实用面积1108方尺 连两个车位 开拍价930万元 教员先下调13.9% 对比银行网上股价1326万元低约30% 元朗影域一座中层至室一防银主盘 实用面积374方尺 下周三亦减价至360万元拍卖 减幅10% 资料显示 物业为2016年以411.2万元买入 开价比当年低出12.4% 同时 何文田进龙高层市失联车位 熟银主货 实用面积1672方尺 减价4%以3300万元开拍 较2014年买入价低1158.6万元 差距达26% 高息环境下 车位投资气氛冷清 车位劈价幅度愈来愈深 下周三拍卖的大为最龙居二楼共97个车位 每个拍卖价近30万元 教员先下调28.6% 翻查资料 该批车位原油之心投资者 罗朱鸿持有 去年底每个意向价60万元 即今次拍卖开价累计大批一半